严承旭林志玲复合后被爆出怀孕了,没想到结果是 去年严承旭林志玲爆出世纪大复合后,两人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观众的瞩目,而日前,林志玲在他参演的贺岁片《西游记女儿国》宣传活动之时 都以身体抱恙为由没有参加,这让不少网友纷纷猜测,难道怀孕了吗? 在家政吴静豪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,被问到好友严承旭的感情问题 也笑着说严承旭是那种会做让人惊喜的事情,即使哪天闪昏了也不意外 这让人更加猜测严承旭林志玲真的好事将近 就在网友纷纷猜测时,林志玲姐姐工作室发出了声明,称林志玲暂停工作是因为感冒导致免疫系统失调 所以二月的工作不得不全部取消,并否认怀孕一说 其实,明星因为身体原因缺席工作是昼长的 为什么到林志玲这里,就让人产生怀疑的猜想呢? 其实原因还是大家太希望,林志玲连程序的感情能够开花 结果,两人分手的时候就被人认为 是娱乐圈最可惜的一对街头玉女 分开11年后终于复合 拥有一个结婚生子的幸福大结局怎么看都是众望所归的 这条目是最好的,已是娱乐圈才能够最好的 六点点,一段时间做的是避免 很心理,一段时间是婚合的 是城市,一段时间从本本落 葡萄宋连和副之后,在嘉 ו范香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兵�策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